你知道史莱克七怪中天赋最差的是谁吗? 史莱克七怪作为斗罗主角团,他们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 其中天赋最高的是主角唐三,先天满魂力,双生武魂,唐门绝学,出生极巅峰,一路开挂,压得年轻一辈喘不过气来 最终成就双神位神王,简直不要太强 如果说唐三是史莱克七怪中天赋最高的,那么谁又是天赋最差的呢? 很多人说宁荣蓉是史莱克七怪中天赋最差的选手 刚进入史莱克学院学习的时候,脾气暴躁,一副谁都不服的小公主气派 魂力等级在当时也是垫底的存在,而且本身武魂存在缺陷 要不是唐三仙草的帮助,最终连魂斗罗都达不到 最后如果不是奥斯卡提前被石神看中,宁荣蓉根本没有资格继承九彩神力的身位 其实并不是,小编觉得史莱克七怪中天赋最低的应该是朱竹青 按照武魂等级来看,史莱克七怪中,有天下第一气武魂号天锤 有天下第一辅助性武魂七宝琉璃塔,有变异的邪火凤凰 就算是戴木白的邪魔白虎也是星斗皇家传承武魂 对比他们来说,朱竹青的优名灵猫确实不够看 自身的天赋方面,朱竹青的等级在刚入学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也是垫底的存在 对比同样魂力低的宁荣蓉来说,朱竹青是被姐姐迫害追杀来到史莱克学院的 为了自保肯定会拼命修炼 但是宁荣蓉作为七宝琉璃宗小公主,平时娇身惯养 可以说是完全荒废了修炼 直到后面来到史莱克学院才开始努力 所以入学的时候宁荣蓉的魂力等级才会偏低 因此并不是宁荣蓉的天赋低 毕竟海神考核中他获得的是顶级七套 因此对比来说,朱竹青的武魂等级和天赋都完全比不上宁荣蓉 朱竹青才是史莱克七怪中天赋最低的人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